你也跟郭忠祐來做總統 郭忠祐沒那麼好沒關係人家打拚做 說話算話你就打拚嘛 這就不是逼郭忠祐嗎 要逼郭忠祐我們輸人 你看我經常跟台語講 很多年輕人沒人聽不懂 現在開始在問 好…我是說壓力會用 有人說你警察出身的 兩岸國防外交包括經濟 可能比較不會效 其他都不要忘了 警察是掌握社會脈動的第一線 對這些機器 最最重要的人民的需要是什麼 如果說170公斤 30年沒人加電動 環境賣、治安賣 吃毒的標準一堆 我們的人員是不是狂狂 全身就不用說 水污染、空氣那一堆 我跟他說我花了兩年 我用一個叫做安置計畫 你配合我 我給你生存 給你學會 暫時合法 其實政府要做到不做而已 要放在那裡弄 真的啦 做事的人 你如果要把我拔 做你去拔 我是沒差 我就要做事 孫總統也是要做事而已 我們沒有那麼專業 但是我們起碼理解到 整個國家現在什麼面臨的局勢 要怎麼帶他走 所以他說在供能源政策 最重要是要供電無益 有序轉型 2030減碳台灣 2035低碳台灣 2040無煤台灣 2050靜零台灣 瞬息清澈 核能一定有角色 而且核能的角色 會隨著科技的轉換 隨時調整 這是一個經濟議題 也是一個政治議題 我們要看兩岸 也要看國際 我們台灣的經濟 是要走全球化 大陸總是一個巨大的國家 在我們的旁邊 你只能把他當作不看 不可以 這些雞蛋 要放在很多的雞欄 大陸也是一個籃子 我們台灣的雙重 不是只有劉海在發的問題 我們雙重 CP TPP 這不必說 這有人大陸在主導 你兩岸不穩定 他有可能給你 CP 給你進去 所以你不能看兩岸的問題 其實跟美中的問題 都有關係 經濟如果大家 彼此之間的交往 大家有互利 人民之間有往來 其實某部分 還是可以降低衝突 所以EQA本身 除了經濟問題以外 也是兩岸經濟合作的 一個很重要的交往的平台 張總部也跟你說 他說沒有國家安全 我們將失去所有的一切 我在國際裡面 我還是親密 和大陸和平相處 你總是不可以當作定人看 兩岸不和平 誰敢來投資 這個才是要解決的根 你公司不要跟我來 到我的房公司 不會去今年我們四千隻 不要給我共建 給我繞台 我當總統 連可能都要取消掉 戰爭可以讓你用拔的嗎 可以萬一嗎 去買你龍花還要開始 對外交流 你都不能沒差 教育 宗教 文化 經濟 可以合作合作 要不要武力換台 就算沒有承諾跟不承諾 我們都要做好 萬全的準備 在什麼狀況底下 我們都不能有 不切實際的想法 我們都要加強國防準備 國際地位 是要靠自己的勞力去爭取 我只要叫做友誼 高兵員我最高的 外國人也是高兵員 我們自己和美國和我 我們民主自由的制度 不可能改變 但是我們跟大陸 制度不一樣 你也要和平相處 但好話說 公開突然 你給我責任 或是你跟我們無理齊鬧 大家不是不能說的 但是我們去交流 台灣有信任 因為交流 增進理解 這樣事後 才能夠確保和平 我們 是一個國家的領導力 物質穩健 你要把台灣帶在哪裡 你說清楚 不要騙人 做不到沒關係 但是你方向一定要對 台灣是我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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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身的路